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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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首先先閉上你的眼睛 幻想一下你在一個非常寬闊的床 就是這樣慢慢的躺著 微風徐徐的吹來 在這個炎炎的夏日 是不是感覺有點很舒服的感覺 甚至想要睡覺 但是我們還是要回到現實 因為我們要講評 品輩我喜歡你這篇的演講 因為你一開始就這麼溫柔舒適的方式 來引導我們 讓我們慢慢進入你的心態 因為我們知道 這個寬闊的草原 是你一開始想要當生命線志工的初衷 也表示你想要包容很多人 而且想要幫助他們 特別是你擔任的在生命線的異動 我喜歡你的演講 因為你總是在你的演講 把你的生命的故事 融入在你的演講當中 讓我們對你的演講更有吸引力 讓我們想要慢慢的再聽下去 而且你很會利用所有的聲音跟表達 在高潮起伏的地方之下 然後讓我們跟著你 跟著你的故事 比如說你一開始就會用這麼唯美 放鬆的心態讓我們進入故事 然後你在中間提到說 你在開始要當志工的時候 在倒數計時的那時候 你每天都愁述不安 特別是看到 時間一天一天的往後倒數 你非常的緊張 你非常不知手措 但是你還是上了戰場 當你聽完了這個故事 當你做了你第一次的生命線義工的訪談 你心中還是不斷的在檢討志祺 就說為什麼我可以這樣 為什麼我一定要那樣 我是不是可以多做了一點 然後你可以在這整篇的演講當中 你慢慢的回歸自己 想到說你原本的初心 其實一開始最重要的就是同理心 可以幫助別人 如果我想要對你這篇演講 有一些小小的建議的話 那就是因為你這篇的主題是 志工組織領導 我們可以在你的演講的故事中 聽到你的志工的心路歷程 如何成長 如果這篇文章是放在 演講是放在個人成長歷程 或是心境轉折 這篇是會非常棒的演講 但是因為你今天要用到組織領導 那可能在你的演講當中 需要再加一些東西去補強 總而言之 我喜歡你的演講風格 那你要注意的是 就是要把你的主題 跟演講要求合在一起 總之 你的演講 你還是要想和你